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子弹短信现在普及率还不是很高 而后续融资的消息也没有了下文 社交在国内依然无人可以撼动腾讯的地位 不过锤子也在10月6号开了发布会 不过这次主要产品不是手机 因为罗永浩之前说过不会发布新手机了 据说会更新经过21的新颜色 现在经过21的价格已经下跌很多了 这个应该也是出国家所错的 因为推出天地无法满足该的预期 不过这次发布的都是周边产品了 其实几天前就有爆料了 发布会的产品是经过21的全新配色 而EVEL8的登机箱 经过三脚下自拍杆 可能会有智能音箱的出现 对于现在短视频如此火爆锤子推出类似的产品也不奇怪 因为有时候一个人拿着手机 还真的是无法拍出比较好的视频出来 希望老罗可以在这些地方优化用户体验 当然需要加入一些控制功能 让大家远程实现拍摄 不仅仅是停留在开关上面 这个方面我倒是没有太大担心 因为锤子团队在找用户上面需求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锤子定制UA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个系统每个永号加筹码的话 估计现在的锤子手机无法获得这样的声量 当然至于好不好用 这个需要看客人的需求了 其实老罗就吹过头了 如果当初发布TNT的时候 可以定一个模拟电脑的系统 那么锤子也不至于落到这一步 因为在三星和华为的PC端模式之中 锤子的TNT体验是最好的 但是要干掉电脑的话 TNT需要重新修炼一段时间 直播TNT体验是最好的 TNT体验是最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